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修订台湾地区公务员 及特定身份人员 进入大陆地区的许可办法 未来岛内的政务官 还有公务员 即使只是经大陆转机 也要事先申请与事后通报 台湾媒体报道称 自2006年起 台湾的公务员和政务人员 以及地方首长等 进入大陆地区 就已经要事先申请了 除了需要经过主管机关同意之外 还要向内政部递交申请表 事后还要填写 赴大陆地区返台意见反应表 勾选是否和大陆地区签订了协议 与大陆地区人士接触等等选项 而在应通报的事项当中 新增加了讯问选项为 是否参加行程以外的 大陆地区党政军方主办 或协办的庆典 是否遭遇要求进一步的 联系大陆地区人士等等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 台湾共有35万6千公务员 受到上述规定影响的占绝大多数 那么联合晚报称 台湾人出境转机的情况 是十分的普遍 一来是受限于岛内直航的 境外城市有限 二来是转机比直航的机票要便宜 而这些转机者多半只停留 数十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 要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交付什么机密 或者会见什么对岸的党政军人士 参与什么了不起的党政军活动 只能说是007电影看到太多了 而把基层公务员都当成了 情报人员或者是间谍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在香港 爆料活动22号晚间 继续在多区蔓延 有暴徒在九龙的望角警署 附近一带堵路纵火 而沙田地铁站相邻的新城市广场 也被大肆地破坏 22号晚 有人在望角警署附近一带的道路 用垃圾桶和铁栏等杂物 堵路纵火 有人在火堆旁边煽风 火势非常迅猛 交通一度严重受阻 围观的人不断起哄 一名蒙面女子更将疑似 载着毅然液体的容器投向火堆 警方一度释放催泪水计 又在警告后多次采取行动 沿着弥顿道驱散 而遭到示威者大肆破坏的港铁 沙田站23号一早恢复正常运作 但破坏痕迹清晰可见 被破坏的电子售票机暂停使用 并用胶布覆盖 进出站内的闸机显示平和站外壁路电视 也难以幸免 早前甚至有人在南昌站 非法闯入地铁列车驾驶室 将车尾紧急通道放下 放到路轨上阻碍列车通行 港铁对暴力行为表示严厉谴责 并于23号清晨宣布 各站经过通宵恢复已经重开 而香港警方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上周末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全面升级 将香港推进万劫不复的地步 示威者继续殴打市民 肆意破坏公共设施 疯狂纵火扔汽油弹 警方警告投掷汽油弹的示威者行为 属于纵火 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警方又表示目前正调查9宗侮辱国旗案 当中5宗已经采取拘捕行动 共拘捕5人 警方绝不姑息任何人污蔑国旗 并会严肃跟进 而从6月示威活动开始至今 警方共拘捕1556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星期天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表示 过去一段香港社会 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 使得不少打工人士的饭碗受到影响 特区政府对此强烈谴责 将继续的止暴之乱 使社会尽快地恢复秩序 香港公联会22号举行 庆祝国庆70周年酒会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公联会会长吴秋北 理事长黄国等出席活动 林郑月娥在随后的致辞中 针对近期连续不断的暴力示威活动 影响不少打工人士的就业 强调特区政府将继续推出相应的措施 以保障民生 至此结束后 朱李嘉宾和现场300多位会员一起 会舞手中的国旗并合唱歌曲 团结就是力量 他们指香港社会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 未来将继续发扬爱国爱港的力量 见识香港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天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贴文 配有幼苗在裂缝中破土而出的图片 图片上还写有 在艰难也有出路让我们对话 以及对话平台正式启动的字句 特区政府将在本周四 渔湾仔伊丽莎博体育馆 举行首场社区对话 让社会各阶层人士向政府表达意见 探讨目前的社会不满 寻求解决方法 社区对话在周一中午截止报名 超过17000人在网上登记出席 将会以电脑筹签的方式 筹出150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从6月9日以来 刚刚过去的周末 已经是第17个周末 香港一直在这种暴力周末的 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 似乎已经成为香港周末活动的 一种力牌 或者是力行公事了 那么现在的形势是 对于暴力行为支持的人 是越来越少 但是暴力活动并没有降低 而且是增加了很多花样 比如说最近这几个星期 在社会上 街头上 示威者对一些无辜的 有不同意见的市民 采取私刑殴打 那么对于政府提出的一些对话 这些在街头的暴力人士 我觉得有一种 这个数据救而封不止的 这样的一种目的 就是说整个的暴力行动没有停止 而且他们的阴谋 或者他们的目的 很显然就是想 把这样的一种暴力活动 一直延续到十一以后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目的呢 我觉得用香港话说 就叫揽炒 就是要玉石俱焚 同归于尽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星期四 香港的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他举行的全民对话 能不能顺利地举行 又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看来前景未知 甚至有些观察家认为呢 大家这个两股势力啊 找不到一种对话的前提 这种前提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周末 在这个一些街头啊 在这个超市里边 这进行形势毁坏的 罔顾法纪的 甚至在十一道雷之前呢 在践踏侮辱国旗的 这样的一些人呢 多半是年轻人 那么他们有些人 把这种这个破坏 和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 权威进行挑战呢 视作一种这个游戏 或者是恶作剧 那么他们在思维上 逻辑上 在前提上 还有目标上呢 和这个香港政府呢 想达到的社会对话 和和谐啊 完全是这个互不 就是没有一种共同之处 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 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到底是对话 有什么样的成果呢 确实是令人担忧的 而这个整个的市面上啊 这个不少的人呢 对于这个造势者 还存在着一种 这种不说同情吧 至少是沉默 或者是观察 这样一种气氛呢 到底是出在 出在 问题出在哪儿 我想呢 这可能是一个 在这个现代 这个一种信息社会里边 一种工业4.0的 这样的一种社会里边 一种香港的独特的 这样的一种地位上呢 是需要这个政府 还需要学者 还有需要这个 广大市民呢 来认真的来思考 来想如何为香港寻找出路的 好 香港国际局势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22号 再次的指责香港攻击沙特石油设施 是一种战争行为 美国在波斯湾征兵 就是为了遏制和防卫 而伊朗总统鲁哈尼 23号启程前往纽约 出席联大会议 他还将向联合国 递交一份 霍尔木兹安全保障计划 鲁哈尼在机场发表讲话 说他将借此机会 发表伊朗在国际和地区 问题上的立场 鲁哈尼谴责美国 向波斯湾增兵 让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鲁哈尼说 他此行将向联合国 递交一份霍尔木兹安全保障计划 向世界表明 伊朗寻求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这是鲁哈尼上台后第七次出席联大会议 预计他将在纽约停留三天 在联大会议期间 他将在联大发表讲话 并将会见在美国的伊朗侨民 以及和各国政要举行会谈 凤凰卫视李维志凯姆森 德海南报道 刚才出现口误 应该是蓬佩奥指责 伊朗攻击沙特 结果说成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 说成香港 可能最近说香港说太多了 好 再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也是在中东地区 就是以色列大选结束之后 没有政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 而议会的第三大党 就是阿拉伯政党联盟 联合名单党 22号宣布说 支持蓝白党领袖甘词 组建联合政府 这就意味着 总理内塔尼亚古 可能会连任失败 以色列总统李夫林 22号开始就组建政府 咨询各政党意见 阿拉伯政党联盟 联合名单党领袖奥达 在会面时表示 放弃政党传统以来 不表态支持任何候选人的政策 表明支持蓝白党领袖甘词 组建联合政府 他们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解释 为了阿拉伯人 犹太人 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利益 必须将内塔尼亚古拉下台 由阿拉伯义以色列人组成的联合名单党 目前在议会握有13个议席 甘词的蓝白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 得到联合名单党的支持后 在议会占有57席 较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 及其右翼联盟的55席多两席 但仍然达不到过半数的61个席位 因此他们需要争取在议会内 占有8席的极右政党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的支持 成为造亡者的前国防部长 利伯曼则重申 呼吁成立一个全国团结政府 目前不会支持个别政党组阁 连任之路岌岌可危的内塔尼亚胡 再次呼吁民众支持 组建全国团结政府 总统李福林希望由执政利库德集团 和蓝白党联合执政 共建稳定团结的联合政府 但甘词拒绝合组团结政府的建议 李福林早清强调会尽一切努力 避免在一年内举行第三次大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知道虽然犹太人是很团结的 但是犹太人也是最喜欢争论的 有一句犹太谚语说 两个犹太人中会有三种意见 也一种说法是三个犹太人中有四种意见 那么以色列的议会 它是单一议会制 一共有120个议席 而这120个议席 它是会按投票 得票的比例来分配议席 那么分配给多少政党呢 从1949年以来 就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曾经超过议会的单个政党 过半数 那么今年的参加4月9号 还有9月17号大选的 两次大选的政党有多少呢 有40多个政党 竞选这120个席位 所以结果出来呢 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 它无法组成联合政府 那么它不想把这个组成政府的这个权力 交给甘茨 就是前总参谋长组成的这个蓝白党 那么它所以它决定 检察议会第二次大选 第二次大选以后呢 它还是不能够组成联合政府 不要说过半了 你任何一个多数党能够组成联合政府 这就算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家了 而这个以色列的国内好像似乎人们都觉得 内塔尼亚胡呢它担任时间太长了担任总理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你可以换一换了 那么还有人认为呢 它这个态度太强硬使得以色列分化 但主要呢不是在那 主要还是在于政党的组 这个联合政府啊谈不拢 所以现在阿拉伯这个政党呢出来 愿意和甘茨组成政府 就是目的就是不想让内塔尼亚胡 进行这个再次的阻隔 那么下面呢造王者就是这个前国防部长 这个极有的我们家园以色列的这个利伯曼 在未来的这几天里边呢 到底能不能最后谈成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呢 还要看如果再组成不了 在40天以内再组成不了的话 那恐怕就要有第三次大选了 可见呢这个以色列人呢 是多么的喜欢争论 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一种观点 好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明新闻休息 或者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美国媒体披露 总统特朗普曾经向乌克兰的总统 泽莲斯基施压 要求对方彻查美国前副总统 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拜登的儿子亨特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普里斯泰克21号就回应说 否认总统遭到了施压 普里斯泰克当天受访时指出 各国领袖之间对话时 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保密 他强调泽莲斯基有权不披露 与特朗普对话的内容 普里斯泰克自言 知道总统泽莲斯基与特朗普对话的内容 但不认为当中涉及任何施压 强调两人的对话历史上而且友好 内容涉及多项议题 部分需要有严肃的答案 美国媒体披露 特朗普在7月下旬 与泽莲斯基的电话交谈中 要求乌方调查2020年大选的潜在对手 拜登的儿子亨特 并八次要求乌方 与自己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合作 亨特在乌克兰 一家天然气公司担任董事 此前有报道指 拜登在任期间曾经施压 要求乌方喊停 对这家天然气公司的贪腐调查 外界相信特朗普可能有意 透过乌方的调查 打击拜登的选情 拜登当天出席竞选活动时就表示 从来没有与儿子讨论过海外义务往来 他批评特朗普刻意抹黑他 并指对方应该接受众议院的调查 更可能遭到弹劾 我认为特朗普尔克兰 批评特朗普尔克兰 他批评了每个基本的领域 你应该问他 为什么他在电话上 与一个外国人 与一个外国人 如果是什么事 这似乎是什么事 你应该看着特朗普 特朗普是做的 因为他会碰到他像一枪 他用了败的力量 和每个 element 的特朗普尔克兰 特朗普则在推特贴文强调 与泽恩·林斯基的对话并无不妥 同时指责事件是民主党 对他的政治迫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美国明年要大选了 那么民主党的拜登和 现在的现任总统 特朗普的两个人是个对手 那么这时候就是民主党的 亲民主党的这个媒体 就传出来说特朗普 曾经七月份打电话 威胁泽连斯基 乌克兰的新总统 说让乌克兰新总统 要等于是调查一下 拜登的儿子当初 在乌克兰当偏人气 公司董事的时候 有利益的瓜葛 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民主党就一咬住 特朗普你作为总统 你不应该把外国势力 引进来来干涉大选 原来有个通俄门 现在有个通乌门 那么认为你这样做的话 是违反这个总统的一些 做总统的守则的 所以要不再对他进行弹劾 但实际上呢 特朗普打电话 不管是这个 怎样跟这个泽连斯基说的 甚至呢 后来这个特朗普 这个政府啊 就是取消对这个乌克兰的一种 军事的支援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那么相比之下呢 如果说拜登的儿子 真正的在天然气公司里边 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实际上是有利益的话 那么其实他也实际贪腐 这个民主党呢 前几个星期啊 一直调查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交通部长啊 赵小兰 是不是这个有一些 这个跟中国方面 有一些这个利益瓜葛 那么实际上对准的 就是他的麦康奈尔 是他的这个老公 就是参议院都市党领袖 似乎在现在这个时候 为了大选呢 两党都开始进行反贪腐 那么这个特朗普呢 如果说在这方面 他是破坏了总统规矩 还是拜登 是不是贪腐呢 不知道这个双方啊 到底谁能够得势 那么会引起到明年大选 那特朗普当然还把中国扯进去 说你这个拜登的儿子 亨特在中国还有利益 这我们看最后呢 这个两党的角力啊 谁能够战先吧 好 再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英国的媒体22号报道说 英国首相约翰逊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计划在明年7月份之前 达成一项英美贸易协定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天也分别与造访的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 和印度总统莫迪 出席公开活动是大秀恩爱 英国媒体表示 首相约翰逊最快将于周二 到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期间 与特朗普举行会谈 讨论制定英美贸易协定 这将是美国与个别国家 达成的最大规模自贸协定 而在周日 特朗普对于正在美国 接近过时访问的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一起参观了澳大利亚 富翁普拉特在俄亥俄州 新建成投产的造纸厂 随后两人在工厂内 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 特朗普对澳大利亚 致力于公平贸易政策 表示在赏 我相信我们在澳大利亚 有很多人在澳大利亚 我们在澳大利亚投资 这是一个超级的 超级的人员 不像很多国家 澳大利亚 莫里森则表示 美澳不仅是安全 和国防方面的盟友 更是经济伙伴 双方将联手扩大就业 同一天 特朗普还与到访的 印度总理莫迪 共同出席美国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举行的欢迎活动 特朗普陪同莫迪 进入德州休斯顿体育馆时 受到在场近5万名 美籍印度裔民众的热烈欢迎 莫迪在致辞时表示 第一次与特朗普见面时 对方告诉他印度 有一位真正的朋友在白宫内 并形容听到印度与美国合作的 心跳声 特朗普则在仰美国与印度关系密切 印意对美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最后特朗普与莫迪首拉手 一同步出会场 且是两人及美英两国的友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和印度 都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的 铁杆的盟友 在价值观方面或者在所谓的民主制度方面 但是当特朗普说中国是世界威胁的时候 其实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他表明他说中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而美国和印度之间 其实也有很多贸易纷争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和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首脑的会晤 也是特朗普给自己拉选票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看看把目光转向英国 英国的老牌旅游公司托马斯·库克 近日宣告濒临破产之后 近60万名旅客22号滞留在各个旅游场所 等待这一公司走出困境 托马斯·库克公司于本月20号 宣布面临2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目前正与股东和债权人进行最后的谈判 避免破产 英国工会和工党都已敦促政府 进行财务干预 英国外相拉布则表示 除非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 不然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 托马斯·库克成立于19世纪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旅游公司之一 一旦公司倒闭 全球将有超2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影响 此外 公司破产还将导致 15万名来自英国的旅客 以及成千上万名他国旅客 滞留于旅游地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民航局可能将启动大型遣返行动 将滞留各地的旅客送回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个托马斯·库克 是一个有178年历史的 可以说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旅游公司 它以前是从火车一日游开始发家的 现在我们在很多国际机场都看 托马斯·库克的外汇兑换点都有 那么可见英国在几年来的脱欧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经济进入零东 而托马斯·库克前不久 前几个月 其实他有一次拯救公司的行动 在这个行动当中 中国的复兴集团 签头要投资9个亿的英镑 其中复兴下边这个文化旅游公司集团 要投4.5亿个英镑 但是据说还差 缺口还差2亿英镑 所以说正好宣布破产 而英国的政府说 如果是国家经济命脉的话 我们会救 但是旅游公司 我们无法拿出人的钱去救 所以托马斯·库克 百年老店 近200年老店 可能就很难走出困境了 好 那么最后 前凌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